而美国总统川普的健保法案都还没有过关 他的发言又再一次让自己成了舆论健把 最新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他竟然脱口而出 我是总统 而你不是 真心的口吻又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讨论 因为我是总统 而你不是 我是总统 你不是 我是总统 而你不是 美国主播群起模仿的就是一项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川普 最新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竟然说自己的执政能力不可能不好 他说因为我是总统 而你不是 我是总统 而你不是 这是什么人的意义吗 早安 我们是Chevy Chase 而你不是 美国媒体再次全力业余 川普这句我是总统 再让他成为炮轰剑吧 时代的盒子是真实的 赐助于1966年 大问题盒子是真实的 但是你知道什么不是 川普的意义 川普在TIME杂志专访中 表示自己是凭直觉做事 而且自认他的直觉很准 甚至举例当所有人 都不看好英国脱欧公投 他就认为会过关 事后果然证实他是对的 此话一出 当然也有川普粉丝力挺 虽然川普自信满满 但目前包括健保改革法案 减税等政策 都还没有确实兑现 川普这番自信之说 也难免再惹争议 结账听肖阿珍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